苍茫的陕北黄土高原 用什么方式欢庆新年 赶大吉捡窗花 红红火火吃暖锅 洋芋鱼鱼 懒糕 蒸鸡 炸伞子 捞油香 团团圆圆吃会菜 九宝粥 酥油茶 青柯奶渣 草镳肉 藏式蛋糕香满屋 新年致富 幸福录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一过腊月初八 凤翔所有村子的老乡们 就进入了迎接新年的准备状态中 各家各户开始为 值办年货忙碌起来 赶大吉是乡亲们 值办年货最好的途径 光着光着 其得看到一位老乡的摊位上 摆着很大一个大饼式的东西 这怎么吃呢 这么大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陕西八大怪里边 那个磨磨像锅盖 就是这个 就是它 这个你看这样是不是个锅盖了 这样还是圆了 哇 这像个大面包 但又不是面包的感觉 这就叫锅盔 咱们这有几个小吃 叫冬花泡馍 都要泡这个锅盔 还有呢羊肉泡馍的时候 他也讲要泡这个锅盔 凤祥人一日三餐都少不了面粉 每到过年过节 他们都会把面做成各种花样的小零食来吃 这个叫个蜜菊 哎呦 这没有蜜好难啊 特别甜 这个是不是过年也要吃这个 过年也要吃 感觉到这个生活了就是甜甜蜜蜜的 鲁旭老师说 在凤翔过年走亲房友的手里 除了挂面 蜜角 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 就是麻花 那我问一下老乡 就是咱们家的麻花到了过年的时候 能卖出去多少的 我过年的时候 能砸个七八千斤 五六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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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过年时间正月 正月里全都卖光了 卖这么好啊 现在我们这边传统风俗是这样 每年就是到这个季节 走亲戚 房友 改庙会 都是来的自麻花 到年三十是礼要成一家团聚的大日子 一大早家里的孩子们 就陆续回来了热闹非凡 张门回来 就是谢宠人 谢父子 这小门 切宠人 切年花 切窗花 其他人的工作是打扫屋子 和准备年夜饭 你说他这是在做什么呀 这是保重花 这龙从叫保重花 就是木研 过年 假情都要制作这 这是一个做拼盘的一个铸料 李耀诚说 和盘是凤祥人家里的年夜饭桌上 必须摆的一道主菜 象征着和家团圆 这个肘花是用来做和盘的主料 大鸡花的 这上面放盐 放大鸡 有本事 在说我让他持续 是老自书的 这下面剩下的 想我按摩 了 的 还能够 按摩 这是 一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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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两个 必须做两个 磨头有什么意义没有 但是鱼是年年有鱼 其实就是红红花花 这些形状各异的花膜都有什么讲究呢 你看 爹爹爹是给那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给早晨下的工地 这个是用来做馅儿的吗 哦 对对对 做馅儿的 女孩子给他娘叫妈来拿给的 哦 回娘娘用呢 你别看这个鸡蛋 鸡蛋 特别不好抓 抓这个 抓这个 新京镇京河村的马三明 一早就开始抓鸡 清扫院子 准备招待亲戚们 今天妈妈特意准备自己家乡 京园县的特色 一来招待客人 二来手把手地把家乡的手艺 交给即将出嫁的女儿 因为我们是从老家京园 雇员是京园县搬上来的嘛 所以呢 今天还是主要做 我们老家的一个特色 就是京园一个蒸鸡 还有懒膏呀 洋芋鱼子 从山区到平原 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子越过越好 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 原来只能过年过节 才能吃到的蒸鸡 现在想吃随时都可以做 我们这是备客里 有多的大块儿 鸡肉切大块 撒上姜末和葱末 加入花椒和盐拌匀 之后加入适量的胡麻油 再加入少量的面粉 放着一边腌制一段时间 就在马玉红帮着妈妈 准备蒸鸡食材的时候 外国泰已经在大吉里 开始选购制作暖锅的食材 和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喝的 八宝盖碗茶 买菜 买肉 买鱼 菜够好 制作暖锅的食材 还要购买伞子 这可是搭配八宝盖瓦尔茶的 绝佳小吃 旧旧这个伞子特别香 为国泰家摆开正式 准备暖锅 在原农村 每户村民的家里 都有一到两个暖锅子 有沙暖锅 铜暖锅 还有在铜暖锅锅内 度吸的暖锅 平时将暖锅子树枝高歌 多在春节期间才拿出来使用 基本上就是过春节的时候 来重要亲戚 才能带着吃点 要不是说是能完全吃饱 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亲戚吃多一点 我们就尝一尝那个意思 要想起那个时候 对 苦日子 心里就感觉那个 像我们自己家的大人 实际上就是闻一闻 用那个小说说喝点汤 炒炒那个味道 亲戚走了 就把我们娃娃都喊过来 剩下的我们就炒一炒 现如今魏国泰的妻子 在家学校食堂工作 魏国泰也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 不仅创办了文化大院 还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暖锅的食材可多可少 品种也可根据当季的食材来配料 今天魏国泰家的暖锅 有素暖锅 还有排骨暖锅 差不多了入味了吧 这个也不是炒的时候 也不是说是特别熟 炒个差不多能入味就行 暖锅下面垫 上边就备的丸子呀 培股呀 肉片呀 粉条呀 还有豆腐 想吃啥呢 就上边就备啥 暖锅子是将已做熟的菜肴 放入烧热食用的 因此装暖锅子的 食材都要在春节前准备好 原农村的村民在每年的腊月20日以后 特别忙碌 既要将正月里吃的磨磨争够 还要准备暖锅的物料 原农村的暖锅以内容丰富而门明 内装各种菜肴不下十种 也以菜底子香味醇厚而进场 吃了会念念不忘 一般这个 像吃菜 这个蔬菜一般都在下边 这个肉在上边 肉在上边 看着大气 而且吃的时候 上边要吃油腻了 下边就菜也出来了 魏国泰家的暖锅已经装好 就差点火上桌了 而在新京镇金河村的 马三明一家准备的洋芋泥 也已经擦好 马玉红的妈妈将洋芋泥 简单用水冲洗 分成两份 一份用来制作篮糕 另一份用来做洋芋鱼鱼 土豆泥中加入适量的面粉和少量盐 团成团 放在笼屉上蒸熟 这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 就在蒸洋芋鱼鱼的时候 马玉红的妈妈开始准备蒸鸡用的面饼 烫面 擀面 铺面 卷边 放在一边备用 土豆切丁 加入葱末 盐 花椒 少许食用油 拌匀均匀地铺在面饼上 之后土豆上面 再摆上已经腌制好的鸡肉 妈妈就是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有时候一年 一年就吃那么一次 给你做一次蒸鸡啊这种的 你一家人呀都坐在一起 那时候吃一顿 感觉就是特别幸福 制作蒸鸡最关键的就是 拌鸡 腌鸡这个过程 因为鸡肉块大 料怎么样腌好 味道要适中 腌制的时间也要掌握好 这边马三明要开始挤羊鱼鱼了 这个就是要趁热的把这个压下去 挤出来的羊鱼鱼鱼拌上炒好的料汁撒上香菜 一份香辣的羊鱼鱼鱼鱼鱼就制作完成了 而懒糕的制作更加简单 和好的面擀成面皮 直接将土豆泥抹在面皮上 蒸制20分钟 然后直接用锅铲划成小块 装盘 吃的时候 蘸上辣椒 蒜末和醋的调料汁 味道酸辣失口 非常解馋 今天呢也体会到了一下 我就感觉我的胳膊呀 都特别的酸特别疼 我们只是体验一次 那我妈妈她每天早晚 这是多少个日之夜夜 就是跟我们去做的时候 她又就是又有多少辛苦呢 妈妈我爱你 青海省戈尔牧市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是通往新疆西藏等地的中转枢纽 闹布桑州 今年四十出头 在村里开了个卖服饰和杂物的小店 按照藏族人的习俗 过年招待客人的东西绝不能少 不然主人家会显得很没面子 闹布桑州把买来的东西 摆了好多个盘子 各种干果 水果 糖果等等 摆得是又满又漂亮 一看就是富足的人家 当然摆盘当中 一定少不了当地的特色风干牛肉 这是牛肉风干的肉 这个直接可以生吃 它这个是从生肉 然后就挂在那个刮风的地方 然后就让风去弄干以后 然后风干肉 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近期就干的 这是当风干好的 像这个颜色的话 就将近有三十多点 一个多月以后 那哪个更好吃呢 鲜味这个大一点 就是肉的味道 就是这个近期挂的 这个有点就是熟的那种感觉 无论风干时间长短 牛肉干都带着一股浓浓的奶味 除了风干牛肉 还有一样奶酪 一般反正年轻的这样可以能咬动 它老人咬不动以后 泡的是那个水油茶里 等它软了以后就慢慢含着这样 摆好了各种迎客的美食 零嘴 闹布桑舟要开始做藏族特色的年夜饭了 第一件事就是先煮牛肉 这里面是肉 这里面是油 这样混合的话 就是感觉吃这个味道特别充足 用净化的水煮高原草标肉 讲究的就是个原汁原味 煮肉不能水太多 比肉还高的话 就是所有的味道和营养 全部跑到水里去 说是煮 其实更像是用水蒸汽把肉蒸熟 接下来就是搅拌肉馅 这是用来包藏式包子的 要的就是纯肉 女主人倪夏则在一边 准备了满满一套九宫格的食材 又切成小块的牛肉 还有搓成一个个小球的面条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是九宝粥的料 九宝粥是我们是就是 年的必须有一个必备的一个年年饭 过年必须前的第一天晚上 就必须要吃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还有这里面的出签之类的一些 九宝粥物名思义 得有九样食材才行 一眼望去红枣 枸杞 青柯米 葡萄干等等 真是丰富多彩 九宝粥准备就绪 牛肉就可以出锅了 黑黑的瘦肉 黄黄的牛油 一看就和肉质松散 油花白腻的鲜料牛不同 肉质坚实 香气扑鼻 无愧是高原草标肉 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浓浓的奶香 接下来年夜饭最大的一个工程就要开始了 那就是新年必不可少的藏式蛋糕 这是我们做那个藏式蛋糕的一个奶渣 要做藏式蛋糕 除了奶渣 还有一种主料就是青柯面 不过这个黑乎乎奇怪的方形东西又是什么呢 也是用来做蛋糕的吗 牛朵都包起来的 这里面包的是碎油 纳布桑州家的酥油都是专门从聚格尔木400多公里外的牧区买的 一块酥油左右八件重 他说别看酥油来的不容易 但做一块蛋糕就要至少用掉四斤左右的酥油啊 纳布桑州把酥油切成小块 和奶渣 青柯面和在一起再倒入白糖 还要把硬硬的筑成元宝样的红糖 也用小刀切碎加入其中 里面的红糖 奶渣 白糖 还有面粉都是很硬的 它们需要靠所有的粘性融合在一起 纳布桑州用力揉搓着 看起来是个极费功夫的体力活 就在纳布桑州忙着做蛋糕时 亲戚朋友的孩子们都来过年打前站了 大家笑着闹着贴上春联 妻子则和几个大孩子们一起说说笑笑地包着牛肉包子 一派喜气洋洋 足足捏了半个多小时 纳布桑州终于搞定了蛋糕的面团 他连忙拿出了一个叼着花纹的方盒子 纳布桑州把揉好的蛋糕坯子装入盒子 然后手握成全把蛋糕砸实 这样切蛋糕的时候就不会散掉 很快一块黄橙橙的蛋糕就做好了 不过纳布桑州说他还要做第二块呢 等他把煮好的羊肉盛出装盘 就开始做下一块 你看刚才咱们买的时候就这么点薄的一煮 一煮这个肥肥肉就出来了 对 一层树一层肥 草标羊名副其实标肥肉嫩 味道鲜美得有草原的味道 瘦肉筋道 肥肉香而不腻 果然印证了好羊肉才能过手抓这一关的话 纳布桑州的第二块蛋糕开始了 这回酥油要被化开使用 再用煮好的绝麻混一排糖青柯搅拌到一起 放到盒子里压实就行了 因为这绝麻比较脆 一砸脆就是它变成绵了 就不好吃了 那么平就可以了 蛋糕做好了 但闹布桑州说 只有在上面画上吉祥的花纹 这过年的蛋糕才算真正拥有灵魂 她用冰好的酥油开始一丝不苟地在蛋糕上作画 寓意吉祥的团在她手里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就是日子红红红红的意思 就像火焰一样就这样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熬制 九宝粥终于好了 同时热气腾腾的牛肉包子也出锅了 女主人倪夏也打好了酥油茶 就要正式招待客人了 最先迎来的是闹布桑州的叔叔和婶子 敬茶敬美食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主人的热情 与当年放牧的生活相比 如今的生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还是葬家新年的传统年味 抽签喝粥才是过年的重头戏 大家都能抽中什么样的好运呢 太阳意思就是密码的意思 所以画也画了 你画画就画成太阳了 就是比如说心善良的意思 就是房子一样方方正正的 为人端正然后做得稳 估计就今年出不了圆 就是一直做成 这就是贵族的那个装财宝的那个 贵族装财宝的箱子 今天有钱 大家热乎朝天地抽签 抽到签的人 还要把签贴在脑门上才能喝粥 这个吧 我今天自己抽的 贴在头上就是涂个吉利吧 喝着香香糯糯的九宝粥 吃着甜甜蜜蜜的蛋糕 过着热热闹闹的新年 一家人跳起了传统的宫中舞 服务队寻